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集会游刑法修正草案 把现行的申请许可制改为报备制 并且取消了刑罚规定 也放宽了禁制区的范围 同时删除集会游刑不得主张共产主义 或者分裂国土的规定 但是新增加的条文包括了主管机关 有权力变更集会游刑路线 而且如果命令解散不解散 没有在72小时之内先报备的话 就可以罚三万元到十五万元 那么对于这样的版本 社运团体批评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还增加了警方执法的权力 行政院会上午通过集会游刑法修正草案 将现行的申请许可制改为报备制 取消刑罚规定 删除了第四条集会游刑不得主张共产主义 或分裂国土的规定 过去的申请许可制改为报备制 那么取消了这个集有法的一些刑罚的规定 而且加强对和平交通及安宁的规范 行政院通过的集有法修正案版本 将许可制改为报备制 在集会游行前72小时内向主管机关报备 如果因为重大紧急事故 可以在24小时内报备 也放宽进制区的规范 可以在进制区的50公尺到30公尺的安全距离外 集会游行 另外新增主管机关有权变更路线和场所等 万一命令解散不解散 最高罚15万元 事先没报备报备不实等 最高罚3万元 民间团里通批新版极有法 换汤不换药 还加重警方执法的权力 只是条文上看起来更开明 但是你仔细细就他条文的权力的运作的实质 并没有改变 但是将来一个警察局的分局长 他开张罚单就是15万 行政院版极有法修正案将送立法院审议 加上民进党和台联令委所提的 一共有三个修正版本 虽然都采取报备制 但绿营都主张自愿报备 也要求废除禁制区和命令解散制度 行政院版则放宽禁制区限制 不过如果民众不解散不报备 主管机关可罚款 虽然行政院版和绿营版本各有不同 但一致都取消刑罚规定 在主管机关方面 行政院版本依旧是辖区分局 绿营则改为内政部和地方政府 对于集有法修法朝野看法不同 预料行政院版本送立法院审查 朝野将有一番争议和攻防 记者离心黄小组谢奇文 台北报道